这么多手机主板能做什么 20块手机主板就能集成一个主板机了 一台电脑可以投屏上百台手机 还支持批量安装 现在分组多空 可以EIP多机或者一机EIP 市面上的项目都能操作 方便快捷好上手 这是在网络平台上 所谓主板机厂家的产品宣传视频 厂家宣称 他们的产品可以将20块手机主板 安装在同一个主板机箱内 组装成一台主板机 你一个人就可以控制20部手机 运行同一款软件 执行同一个操作 这些广告甚至宣称 他们制造的主板机不断叠加起来 就可以组建成千上万台手机的网络矩阵 你拥有这样的设备 在网络世界里 你可以操纵游戏 操纵发帖数量 操控网络投票 简单说 需要手机用户参与的一切网络功能 它都能展开参与和操控 有这样的设备 你就是网络世界里 可以操控一切的网者 主板机适合游戏搬砖 小程序 自媒体 直播带货 自媒体运营等等 但厂家宣称的这种主板机 真有宣传中强大的功能吗 它真的可以在网络上展开操控吗 在知情人的线索指引下 2023年12月 记者来到了这家名叫云斗科技的公司 见到了公司负责人袁经理 因为现在主板机操作这些就比较简单 就跟手机操作一样的跟电脑 袁经理很热情地介绍 他们公司主营主板机业务 这是互联网科技的一个风口 他们云斗科技主板机的价格 从3000多元到6000多元不等 每套设备里都有包含20块手机主板 为了招揽生意 袁经理邀请记者现场操作进行体验 就是那个里面设置跟手机一样了 是不是 对 那个鼠标就代替我手为了一个 对 那你比如说我想操作其中的四五台能选吗 可以啊 就是比如说这前五台我想 可以啊 那哪个 我要选这 上一边 7 8 9 4 简单学习之后 记者便可以熟练操作这台主板机 一台主板机管理着20部手机 可以随意控制切换 操控效率明显比单部手机操作提升了很多 见到记者体验的效果 袁经理得意地告诉记者 主板机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获克 记者之所以能在短视频平台上 看到他们推广主板机的广告视频 本身就是他们用自己主板机进行推广的结果 他们随随便便就能把自己的广告视频推到很热的程度 我们只要发出时间 这人都看得到 但是他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他会有兴趣 然后他就会主动来联系我们 袁经理介绍 操作一台手机发推广短视频数量有限 效率低 但是用上主板机后 相当于20部手机同时发布推广短视频 这样宣传效果成倍增加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可以用一些黑科技手段 修改视频发布的IP地址 这样网络平台和监管部门就很难发掘和找到他们 所以我要把这个IP要分流出去 比如说我在广东 然后我要这家或者是要上海的地址 然后我发布的作品就会在上海那边 记者现场在网络上开始查询 果然云斗科技公司发布的推广视频 网络上显示 发布地点有广东 浙江 山东 湖南 江西等多个地区 袁经理得意地介绍 在他们的黑科技面前 网络平台的审查 国家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都将失去作用 对啊 我们就通过这个平台去做矩阵就可以了 然后把我们的曝光的东西 把它曝光的吸引他们的眼球 这个到时你测一下就知道了 反正我们做发视频啊搞这些都可以的 一台主板机不仅能海量增加推广数量 还能虚假的修改发布地址 主板机确实完成了在网络上的操控功能 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 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 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 实施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 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主板机操控网络的功能还不仅仅如此 其违法的功能也才露出冰山一角 12月底在知情人士的指点下 记者来到云基霞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记者以采购为由见到了公司的韩经理 为了展示自己企业的实力 韩经理带记者走进了他们主板机的生产车间 记者看到生产车间外部没有任何标示 外人丝毫不会知道这是一家生产主板机的厂房 厂房面积大概有二三百平方米 分成了三个工作区 操作台上放着各种配件导线和工具 七八名工人在不同区域忙碌着 有的在组装机箱 有的在焊接部件 没有 这个就是招物片的小材 对 这是你主板的不 这就是里面可以装连接手机主板的转接小材 主板直接装在这个地方 在云基侠科技有限公司的主板机配置清单上 记者看到 这些手机主板并不具备入网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 接入公用电信网的电信终端设备 无线电通信设备和涉及网间互联的设备 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并取得禁网许可证 在这样的车间里 大量出现的手机主板企业又是如何得到的呢 韩经理介绍 目前这类二手手机主板 一块的价格在100元到150元之间 一台主板机成本至少需要2000多元 但他操心的是能够买到多少块二手手机主板 至于主板机 他们完全不愁销路 记者以大量采购为由 提出要看看他们主板机具体大规模使用的效果 韩经理刚开始完全拒绝 毕竟这是见不得光的违法生意 但在记者的再三要求下 韩经理只同意带记者参观公司附近一个小客户的主板机机房 眼前的这个房间就是即将要投入运行的主板机机房 记得看到 房间里一共有50台主板机 韩经理介绍 这些机器里有一千块手机主板 开机后相当于一千部手机在同时运行 机房负责人董经理称 这个主板机机房刚完成搭建 具体业务他严格保密 他只能介绍市场上主板机的一些常规操作套路 你在电脑上只要一书 你接一个任务 你比如说这个主播 这个号 我把它复制进去 一个命令 他现在在直播 我跟他一点 他咔嚓一下他进去一万个人 就这么简单 董经理告诉记者 每一个手机主板都代表一个真人账户 一千个主板就表示一千个真人账户 但是这些设备又在同一个网线下面 所以正常情况下 IP地址都会显示为同一个地方 这样很容易被平台封号 他们使用主板机就是看中了能够随意更改账户的IP地址 聊的时间长了 韩经理的警惕性慢慢放松 聊天中他告诉记者 使用主板机的客户 有的是利用主板机去货客 去推销广告帖 也有的在网络游戏和电商平台的 红包反例活动中去薅羊毛 有的是组建水军 给某一个公关稿件刷流量 但有些客户对自己的身份讳莫如深 从事的行为他们也看不懂 也不过问 人家不说的 人家来的就是我们就是充分的 就是买了这台机器 然后大概需要什么配置 我们推荐给它合适 他们测试能通过 他们就用这款 贩卖主板机生意火爆 而使用这些机器的人究竟是谁呢 为了完整地看到这条产业链 最终看到这些机器 在网络世界里的危害效果 记者多方寻找几经周折 终于在一家名为 云城蔚来科技有限公司 碰到一位前来购买主板界的刘经理 他是某电商平台的推广负责人 工作内容就是广发信息 推广货客 只要有海量的信息推广 上钩的消费者还是很多的 就是你不需要是好友 我就可以给你发信息 我只要有你的号码 陌生发 发 发 发完之后这个链接 就是穷链接 那你感兴趣进到我穷 刘经理告诉记者 他们选择主板机 主要是考虑逃避监管 在电商营销中会大量发送营销链接 很容易导致账号被封控的情况 现在的主板机可以修改手机的IP地址了 监管规则也就失效了 大概如果我们一个网去供应的话 因为每台手机我们都要开个梯子的话 都是不同的IP 能够批量操作大量的手机 还不会有被监管的风险 主板机在网络灰产和网络黑产中热销 在记者调查即将结束时 云城未来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给记者展示了这样一段 让人震惊的画面 让人真正感受到了这些 违规违法行为所带来的压力 我们的大力士调调射有200块钱 我们的大力士调射有200块钱 我们的大力士调射有200块钱 感谢观看